嗨 大家好 我是Puffy 今天我邀請了我的同學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Judy 嗨 然後我們今天要分享 我們怎麼申請上LSE 然後每個人申請的那個心路歷程都不一樣 所以就僅供參考好嗎? 對 對 然後主要第一個就是說 要申請一間英國的學校要準備什麼樣的資料 大概就是Personal Statement 就是寫一些關於你人生的經歷啊 或是你為什麼想生這個系 對 系 然後第二個呢就是推薦信 推薦信的話可以找你系上的老師 或是你工作方面的主管 那你那時候找推薦信的時候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呃 我覺得要確定你要找的人有那個時間 然後他們喜歡怎麼樣的模式 因為有些人喜歡你先寫好草稿給他們 然後重點是因為上傳的時間 就是會寄一個email link到他們的信箱 那要確定他們有看到那封email 你就要注意在deadline以前 你要提醒他早點寄你才可以做後續的申請 那你那時候是找誰? 呃 我是找 我有總共找三個人 然後兩個是教授 然後一個是老師 呃 一個是前主管 實習的前主管 這樣 我兩個都是找教授 然後因為教授真的很忙 然後他們可能也不只幫你一個人寫推薦信 所以真的要一直寄信提醒他們 而且那個草稿也都是我幫他們擬好的 然後他們就是差不多簽個名 差不多這樣 可是我覺得自己寫有個好處是 自己寫你可以決定你兩封強調不一樣的重點 因為如果你兩封都寫一樣的優點 就沒什麼用 但是自己如果是幫忙寫的話 要記得兩個人要兩個 兩封要寫起來像是兩個不同人寫出來的東西 不然會 因為都是你自己寫的嘛 所以有時候口吻就是寫法會很像 就要記得稍微不一樣一點 嗯 好 然後下一個要準備的資料 就是你的大學的成績啊 畢業證書那些比較書面行政的東西 然後最後最難的就是 GMAT 對 GMAT就是專門給商學院申請研究所要考的考試嘛 嗯 然後有別於GRE 他的題型是不一樣的 嗯 對 你考GMAT的時候怎麼樣 超超崩潰的 因為我考了三次其實 然後其實到考完第三次 我都其實沒有破七 所以如果你沒有破七的話不要緊張 LACE還是可以上 而且其實當初申請很多學校 還是都可以啦 還是可以升 只是的確就是會是一個 就變成你沒有優勢在這一個點上 那你就可能要用其他方式去補足 然後考三次就 對啊很痛苦 而且因為我沒有補習 我是自熟 所以準備起來就沒有頭緒 然後也不太知道怎麼樣在 就那個考點在哪裡 對然後怎麼進步 所以拖了很久 然後又很痛苦 因為就是同時又實習 然後又顧大學課業 然後又準備GMAT就 是一大挑戰 我覺得其實GMAT的那個心路歷程 真的是不亞於申請研究所這件事 真的 所以GMAT如果有需要更多的資訊 我們會再出新的一集關於GMAT的一些策略 那我可能會來喔 可以可以可以 他還是會分享一些你知道自修的話 自修的跑網站 對 好 下一個就是有關於申請研究所的心路歷程 我覺得其實比起要準備什麼文件啊 或是要打那些personal statement 好像其實是過程中那個心類的部分 比較其實 你不覺得選哪一個系 或哪一個學校裡面哪一個系 然後哪一間學校更難嗎 對 那因為他忙忙大海嘛 他不像 不像在台灣你考資考的時候 那你就台大嘛 然後政大嘛 就是那樣子照這樣填下來 他就變成說你在全世界 好啦不要說全世界太浮誇 你在美國英國中 撈一些你聽過的學校 或是你上網查排名好的學校啊 或是做綜合評估 然後你還要進每個學校的頁面 去看他有什麼樣的program 因為也不是每間學校都有這些科系 然後他們其實program都開的超多 所以相似性也超高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就開了九個吧 超多很多 只是名字都很像 然後就差一兩個字 比如說多一個strategy 多一個global之類的 對 所以你可能要進網頁 然後仔細看他的課程大綱 去選出你真的想要的 對 好 那除此之外 你覺得你有沒有收到巨信過 或是 有我有收到巨信 就是 呃 但時間因為拖蠻強 而且我又申請不止一家 所以有收到 就是往下一個階段 也有就直接收到巨信的 對 所以 那在一直還沒有收到 第一件offer以前 那個心情怎麼樣 心情就 可是其實會鬆一口氣耶 就是你全部寄出去之後 你會覺得 好啦就只能這樣 真的假的 欸我那時候全部丟出去之後 然後開始先收到一些巨信 就我有收到美國學校的巨信 嗯 然後我就開始覺得完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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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密袋 不然說欸我好像需要再多丟一點學校 真的嗎 嗯 你總共丟幾間 加美國 美國加英國 還是你有申請在其他家 其他學校 新加坡 沒有沒有就是美國英國 加起來總共八個可行 我也是我也是八個 對對對 因為呢我們兩個就是 同一間代辦 他很扯 超巧的 我們兩個到英國都一定當同學 然後聊天中無意間發現 對 我們在同一間代辦 結果就突然間這樣遇到 真的是下到一波 那你覺得其實申請 就是學校的時候 要不要找代辦 也是很多人有爭議的一件事情 沒錯 那你當初是怎麼考慮說 最後決定要找代辦 嗯 我覺得我有幾個考量點 第一個是代辦收費的那個標準不太一樣 那第二個是自己自當下時間掌握的狀況 因為其實代辦可以幫你做很多所思 比如說你光網要上去填你個人資料 你就會填到崩潰 不同的學校又會問不同的問題 那你總不能你永遠都會在寫的時候 然後才遇到新的問題就會很麻煩 或是他會要求你要 就是提供另外一些文件 那如果有代辦的話 他就可以提前跟你說 欸這間學校就需要哪些東西 或是說多回答什麼問題 他可以提前inform你這件事情 就是自己可以慢慢想 就是他們一定比你懂這個產業 所以是可以事先提供你蠻多幫助的 而且如果你那時候真的很忙 比如說你申請了說你還是學生 或是說你還有做別的工作 或是說你已經就是在工作中了 然後你同時要準備 對你如果真的沒時間 或是你那時候還在占Gmail 你真的沒時間就是 就是要做這些申請的事情的話 你就可以還是找一下代辦 當然我那時候找這個我是有諮詢別家 你有嗎 我也有我也有 那你對於你為什麼最後選威斯柏 喔對我們選的代辦是Wesbook 然後至於為什麼選威斯柏 其實我的理由非常的膚淺 其實威斯柏是我去諮詢的第一家 然後我後面又陸續諮詢了蠻多家的 可是我最後選威斯柏 是因為他們的顧問最敢肯定說 可以幫我升到好學校 就是他們給我的回饋是他們比較有信心的這種感覺 對 因為我覺得除了他幫你做雜事之外 你找到代辦最主要的心情還是說 希望他可以比你更懂這個產業 可以在幫你升學校的路上有幫助 不只是雜事上 而是真的能夠你知道 你本來就這樣 可是他幫你景上添花一點的那種感覺 可以讓你90分變100分之類的感覺 對對對 然後所以我最後是選威斯柏 那你為什麼 那時候我問了其他家代辦 是屬於 因為我是屬於Gmail沒有破期的人 然後我的大學也不是頂大 應該這樣說嗎 沒有啊 他念台科又沒有 公眾沒那麼誇張 對是台科 只是的確那時候有因為 好啦可能是因為我自己的Gmail分數不高 然後也沒有做到很豐富的課外經驗 所以那時候就是去找代辦的時候 他們有點興致缺缺 所以你跟他們聊就會發現 他們都想推你去一些 不怎麼樣的學校 排名比較不高的學校 那當然就是那些可以當作保底嘛 可是你申請還是會想要往上一點申請 可是他們如果在你講到好一點的學校的時候 他們就很冷淡的話 你大概就知道他們也不會真心的想要幫你 對那其實我們兩個是同一個理由吧 對有點類似 對都是因為對方比較有信心的表現 而且他們比較會回答問題 因為我還蠻建議找代辦 是代...你可以先看好幾間學校 就是你稍微知道個底 比如說LSE他的標準就在哪裡 比如說他GPA就是要多少 分數就是要多少 那你自己對於你的標準來說 這一間是保底學校還是Dream School 那如果是Dream School的話 你去跟他談 你可以趁機看他的反應 然後你也可以比較不會被騙 因為有一些代辦會專門推 就是他們可能有收回扣的學校 這好像是在申請英國方面 英國方面特別嚴重 因為美國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但申請英國代辦好像有蠻多是 他收費非常便宜 甚至不用錢 不用錢就幫你代辦 可是就是因為他們跟學校之間有拿回扣的關係 所以他當然會盡量推學生往那些學校去 那你想會發... 就學校會發回扣金會代辦的話 那...對...學校可能就不是那麼理想 對... 而且喔還有如果你有考慮獎學金的話 也要看一些學校 因為有一些代辦他其實對獎學金這塊反而沒有很考慮 所以你問他他也不一定知道 所以如果有一些特殊需求啦 就還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 那再去跟他們談 那你覺得你跟Wispel合作下來 你有後悔嗎? 沒有到後悔 但是...我...好吧 我給他一個分數 我給他7.5好了 就是滿分10分 對...就滿分100分 我覺得是我自己個性的關係 就是我明明找了代辦 可是我又很想要... 全部自己來 我又很想要知道境況 所以就變成說他們會... 就是因為我們大部分往來都是email往來居多 所以很難免的 尤其那時候在申請的高峰期 就是不一定每一封email都會回到 而且...也可能是... 就是我很多事情都想要... 你問題太多 對...有可能是因為這樣 就是我很多事情都很想要確定說 欸這間...因為我申請八間學校嘛 所以我每一間都會一直問他 可能一個禮拜我就問他一次說 這八間各自進度到哪裡 蛤...你好逼人喔 然後... 就是我其實根本沒有辦法放手 如果你真的不能放手 你乾脆不要吵代辦 或是你要提前讓代辦知道說你有這個實驗 對...我們是完全相反的類型 完全雞短 因為我就是那種很懶散啊 最好事情都不要到頭上的那種人 然後事情我只要丟出去 你就應該要做好你的工作 我不應該要再要去頂你 我是這種類型的人 所以我從來不會去check代辦說 欸你那個投了沒啊 你那個不用打了沒 都是代辦跟我說欸那個打了 你趕快去上傳資料 欸那個怎麼樣你要趕快幹嘛幹嘛 所以其實我是有被代辦拉著頭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還蠻適合像我這種比較懶散型的人 但我覺得還是代辦幫了很多人 我是覺得忙碌這一塊是蠻建議申請 就是代辦 但如果你是喜歡從中學習 然後或者是你像我一樣有點強迫症 或是緊迫的盯人的話 或是你有鬱鬱 或是鬱鬆比較不夠 嗯對 但韋斯伯其實不算是太貴欸 其實跟... 算貴欸 喔在英國中... 算中間吧 我有問到更貴 我有問到算... 就是一家多少錢 算假的 對 喔是喔 我沒有問到 如果我8件都申請... 都用那個代辦申請的話 大概要... 30萬吧 代辦費 提示 這樣這樣這樣 最後你有沒有什麼 給要申請學校的人的一個建議 好我從我自身經驗好了 因為我當初我覺得 我... 如果你去網路上看 你會覺得很多人就是超神啊 就是分數超高 GP高 然後GMAC高 什麼之類的 反正就各方面都很優秀 可是我覺得自己在申請的時候 就是要... 呃... 就怎麼講... 要勇敢的申請Dreamscore吧 因為你不知道這些學校 其實他們又是海外的學校 所以他們看的特質蠻不一樣的 我覺得不一定真的會是那些 很標準的 就是數字化的東西 所以就是還是要申請一些好的學校 不要因為覺得跟自己的背景有點懸殊 就不敢申請 因為有申請有機會嘛 心路歷程 像我剛剛說的 你可能會有一些時機點會很慌 我覺得也有可能是我自身努力也不夠 所以突然間說到劇情的時候 就覺得完蛋了 好像真的有點出事這樣 所以就會開始覺得 怎麼辦怎麼辦 我要不要再多找幾間學校 可是其實你只要按部就班啦 其實不用太害怕 一般既然你都已經有保底也有Dreamscore了 那總會有一個屬於你的地方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分享 對謝謝大家 掰掰